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 两个母体平均数的差的一个信赖区间 那这边我们介绍小样本的状况 现在我要介绍的是两个样本平均数的抽样分配 它的状况它的标准差 因为这个地方很重要 大样本我们都简单的非常多 那么小样本其实是比较不准确的 但是在很无奈的情况之下 我们必须还是一样要分析 因为有很多的状况 其实我们要取大样本是有困难的时候 仍然是要用小样本来修正 现在我们看看第一种状况 假设变异数不知道了 因为如果母体变异数 如果是知道是常态的话 像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都用Z分配 现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假设是相等了 好 那么既然是相等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这个综合的一个标准差 这相减的啊 相减的一个标准差 这边就是S 这边是S 那么我们前面也提过 这个地方S 我们可以提到前面去 这是一个pool的 那这个地方是叫做加权的部分 那么只剩里面开根号 只剩下N1分之1以及N2分之1的核了 那么现在SP要怎么算呢 要用的是混合的加权的标准差 这个分母总共有几个呢 总共有N1N2扣2 因为原来的自由度 一个N1减1 一个N2减1 那么这个地方 就是它的自由度乘上 它的变异数 第二个自由度乘上第二个变异数 然后再开平方根 所以像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的信赖区间 就可以这样做了 怎么做呢 一样 它是相减的 这边都是相减的 我们就直接看 这是下限好了 下限 这边要用T分配来做 为什么 因为小样本 这个地方 我们发现要用这个 计算起来有点麻烦 但是还是能算 这样算出来的话 才不会差异太大 这一样 这要用的是什么 要用的是叫做 加权的部分 就是标准差这个地方 我们要做一点 加工的一个动作 以避免误差太大 那么这是第一种状况 假设是第二种状况 是什么呢 第二种状况就是说 如果说是母体变异数 不知道 当然我们知道的话 就直接用Z了 可是 确认不相等 不相等怎么办 不相等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用S1 S2来取代 可是 第一分配修正 也是没有问题 最重要的是在这边 这个地方 既然不相等 当然我们就不能够把它 加权了 可是既然不相等 那么我们现在混合起来的自由度怎么办呢 自由度就不是两个直接可以相加了 我们自由度就没办法相加 那自由度没办法相加 那我们也一样用加权的一个观念的方法去计算它的自由度 那么这个自由度 它的公式很恐怖 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是上面的分子的部分 是这边的平方 那么分母的部分是两块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也没有强迫同学把它记下来 那么我们是告诉各位同学 万一是确认不相等 编译数不知道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的自由度要采用的是一个这样的方法来处理 那么既然这样处理了以后 这边看起来公式很简单 只是说 这个T值的查表 自由度的这个计算 是也稍微辛苦一点 那么也多半的话呢 这个地方我们用软体来计算了 用Excel了 或者是用SPSS miniPad 这个的话呢 是用手算的话呢 是比较少 但是我们一样也手算给各位同学看立体 好 那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 两个母体平均数差的一个信赖区间的立体了 那这个地方 那非常的遗憾 是N1是什么 12个 N2 12个 这说明了什么呢 都是小样本 既然是小样本 那么我们有两种状况 第一种状况是 它的那个S 就是要母体 那个母体变异数如果是相等 好 那我们可以说 它的这个SP很麻烦 如果不相等 我们的那个degree of freedom 就是自由度算下也很麻烦 就无论如何都很麻烦 但是我们还是稍微算一下 现在是做的是一个比较 X1是74分 X2 bar是84分 那么标准差一个是7一个是4 我想要求的是什么呢 μ1减μ2的95%的新来区间 那么现在这是小样本了 那哪个状况呢 到底它是母体变异数是相等还是不相等呢 它也没有告诉我们 所以我们要检定一下 来我们检定一下 母体变异数是不是相等 这样子做的话是较为严谨的做法 我们不能够乱猜它到底相不相等 所以我们要看看这个到底相不相等 第一个假设是相等 那H1不相等 各位同学要知道 我们要检定两个母体变异数相不相等 要用F分配 那么我们就用F分配来做 F分配的话呢 这个地方是sigma1平方 因为假设是 已经假设它相等了 所以我们两个抵消掉了 这边就变成了 第一个s1的平方 这是s2的平方 好 那这个地方我们把我们的表列出来 给各位同学看 这个自由度是12 这n是12 那自由度是11 这是11 我们就查1111的位置 3.47 我们知道临界值是3.47了 那知道了 我们把它撤掉 因为这边空间不够了 3.47我们记在心里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的F分配 这边是3.47 我们把它写在这边 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实际计算的 实际计算的话 这个地方来说 3.47分之一的话呢 这边是我们的另外左边的下限 事实上来说 这边也不太需要算 因为不会靠近左边了 但是我们还是把它列出来 给各位同学看 那这边算出来 上面的话是 这是7749 这是16 3.06 啊 落在中间 落在中间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的是 变异数相不相等呢 看起来7跟4差很多 对不对 但是事实上 看不出 我们能够接受这两个是 基本上相等的情况 好 那么既然是相等了 那我们就用相等的做法来做 各位同学 如果是相等的情况的话 我们就要把它算出 Pool的 就是所谓的 加权的算法 那么 我们继续做下去 现在已经知道是相等了 那相等就有相等的做法 把 两个母体的综合的标准差 先算出来 这是SP要算出来了 这是我们的综合的标准差 那么把它带进去 因为是数字很简单 一个是12 另外一个也是12 所以都是11 然后带进去 这是11乘上 7的平方是49 11乘上16 这是22是哪来的呢 这是N1加N2减掉2 其实是综合的 DF 就是综合的自由度 算出来结果是 整个来说是32.5 来开个平方 跟出来是5.7 好 SP已经知道了以后 剩下来的地方就好办了 怎么说呢 现在我们要准备要去算T值 T值 那现在他要的是95% 95%的话呢 是左右个0.25 我们就要查的是0.25 那么自由度这边是22 各位同学看一看 12加12是24 要扣2 因为这个自由度是11 这个自由度11 合在一起自由度是22 我们就在22的地方去抓一下 2.074 2.074算出来以后 我们剩下的部分就好算了 来我们看下线 下线的部分是 这个减这个 74减掉84 因为这是减的 T二分之阿法 SP 这边是N1分之一加N2分之一 看起来很麻烦 其实我们抓到了一个 题目的一个原则 其实就会快 这边是负10 这边是减的 这个是我们的T值是2.074 我们把它带进去 这个是刚才算的 这个叫做SP 根号 N1分之一加N2分之一 来我们算出来的结果 这边就可以计算一下 这边就可以计算一下 这个是12分之一 6分之一 开平方根 那么按一下计算机 算出来是负14.83 有了下线 当然就要上线 一样写出来 这个地方一样负10 中间是加的 加的 那么我们的算法是一样的 我们就直接就算出来吧 负的 负的 所以我们的信赖区间 是负的到负的 负的到负的 假设这个题目 是做两个母体之间的比较 那么我们一样可以 用这个方法来做 有没有显著的差异呢 有 这边已经看得出来了 它的信赖区间是 负的到负的 也就是说 这边前面一个 简单后面一个 都是负号 前面的分数 显然是有明显的 比后面的要来的低 也就是说 有训练 比没训练 有差 这个题目是这样子的 那么 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的是 小样本的 母体平均数的 差的信赖区间 那么 我们介绍的 两种状况 第一种状况 它是 要算母体的 一个标准差的部分 它的 那个加权的部分 计算起来有点麻烦 那另外一种的话呢 是 自由度算起来 很麻烦 所以无论如何 小样本都很麻烦 当然重要的是 那我们都是要学 那么 现在的话呢 我们谈到的是 最简单的状况 Sigma1跟Sigma2 是已知的 那么 用Sigma1跟Sigma2 那么 以小样本来说 这种情况很少 我们只是 理论上来说 是这样子的 这只有立体 才会知道 我们设定的是 XSigma1跟Sigma2 已知 那么大部分的题目 都不会可能知道的 未知的情况 那么就是最麻烦的状况 那我们现在就列出 两种情况 第一个 变异数相等 加权是困难的 这SP很麻烦 变异数要是不相等的时候 那一样很麻烦 综合自由度 DF 也要计算 所以来说 只要是小样本的题目的话 我们那个公式起来 都很辛苦 但是 这一部分 还是要 花点精神 来练习一下